攻擊自己的妻子 而且砍的位置還在頭部 黃新男子被警方逮捕後 以殺人未遂罪移送 面對問題嫌犯一句話都沒說 當初砍人後待坐在房內沒逃走 似乎知道自己一時的衝動 恐怕毀了這個家 躺在床上就算一旁有許多嬰兒在哭 男嬰還是睡得很安穩 而他就是夫妻兩愛的結晶 因為是早產而母親只好 暫時放下原本的工作 全心全意照顧 犯案的黃新男子今年36歲 自稱是設計師 而太太小6歲 幼保系畢業後也順利找到相關工作 小家庭在新莊這個社區 過去都沒有紛擾 但案發前一天似乎吵得很兇 母親的臉書也透露夫妻失和的端倪 曾經真信女子寫下 真的想找人喝一杯發洩一下 對某人來說不公開 即使離婚也沒人知道 要的安全感給不起就算了 還要理所當然接受對方的道理 強調自己不再金錢計較是因為愛 等到計較時代表已經撕破臉 總是回娘家拿錢 男嬰母親也有許多苦水 臉書大多是自己和小孩 以及朋友的合照 這段感情有沒有未來 也因為男子的動怒多了更多變數 TV全正身為 韓上倫新美式報導